传载400家号作者,互联运动火箭队上赛季,打出了打破队史记录的常规栽战季,并在西部决赛给勇士队制造了很大的麻烦,成为联盟中唯一一直有实力与勇士抗衡的球队。 随着NBA进入休赛期,各支球队球队纷纷补强,火箭队也不例外,他们许愿了上赛季的主力球员保罗和卡佩拉,角色球由格林,签下昔日最佳先生麦卡威和防守汉将恩尼斯。 在不久后将与安东尼前运,虽然火箭队失去了阿里扎和巴默特两员大将,但火箭队的实力并没有下降,反而有所提升。 刚刚火箭队传来两个好消息,下赛季是要战胜勇士,打脸质疑者。 火箭队在许愿了卡佩拉后,火箭队基本保留了上赛季的主力阵容,封线位置有走有来,实力变化不大。 但是,火箭2018-193G的薪金总额,高达1.36亿美元,远远超过奢侈税,处发现1.237亿美元,这让他们面临2900万美元的奢侈税。 休斯顿记事报官方报道,火箭接下来很可能会交易或者买断安德森,处理掉安德森的合同后,火箭队的薪资将会降到奢侈线下。 这对火箭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。 第二个好消息,据NBA著名记者费根报道,火箭队是约卡佩拉后,将会继续补强球队。 除了将要签下安德森来,火箭将签下今年的第46号秀梅尔顿。 梅尔顿代表火箭出战夏季联赛,出场了无场比赛。 全部首发,场,均30分钟得到16.4分7.2,蓝百四,主攻三桥断0.8盖茂老师误负范规,投篮命中率为34.2%,三分命中率为31.5%,罚球命中率为72.2%,火箭队在接修赛期的操作。 我一直被业内人士看衰,面对外界的质疑,火箭主帅德安东尼很不以为然,在街边接受采访时,德帅放言,新赛季的火箭会再次打脸质疑者。 如果我们想击败勇士,那么我们是必就要冒一些风险,之后就是期待着好运的到来,虽然不代表一定能够做到,但是我非常喜欢现在的这方球员,也对他们非常有信心。 德安东尼说到